大家好玩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的天氣慢慢在轉好 北部跟東半部比較明顯 這個水氣明顯稍微減少 這個地有一點要乾了 不過迎風面還是有些震雨 那接下來有兩天穩定的相對時間 禮拜二禮拜三 東北風稍微弱一點點 水氣也減少 所以北部還有東半部的朋友 好好把握 聽到消息趕快賽息一下衣物 雖然說陽光不是露出來 但是相對還不錯 禮拜四禮拜五用一波東北風增強 各位有沒有看到 南邊有一個低壓可能會發展 是不是會成為颱風 有機會我們就給大家來看一看 接下來就要注意 這個的水氣上來之後 帶動跟東北風合在一起 我們東半部還有北部 容易有些震雨 會持續一段時間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其實這兩天天氣的水氣 會慢慢的減少 東北風減弱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大概在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四的時候 東北風增強 然後接下來這個水氣又增多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開始 會迎來一波冷空氣 當然這當中會稍微弱一點點 可是整個大致上 恐怕東北風型的天氣 還加上水氣比較多的情況 會持續到年底跨年 到元旦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這個變化 水氣比較多 東北部 北部跟東半部迎風面 降雨的機率會比較高 中南部相對比較穩定 但是雲量也偏多一點點 那溫度上 倒不是說降得特別低 不過最近其實在整個東亞 溫度隨著冷高要南下 東亞是降溫很明顯 台灣大概都還維持著 15 16度到20幾度的幅度 不過各位有沒有看到 禮拜四禮拜五 就開始往下降了 這指的是都會地區14到18 空旺地區可能會拉到14度以下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 但是一下子就過去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到了這個跨年元旦 到下禮拜一二的時候 都是類似這樣的溫度 等於是冷空氣 其實就在這個邊邊 差一點就進來了 請大家要提高一下警覺 我們這幾天 溫度明後天回升一點點 不是太多22 23度 低溫也回升一點點 但是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禮拜五禮拜六又稍微降下來 比較偏濕冷的情況 然後接下來回溫一點點 然後又往下掉 往下掉 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幾波的一個變化 那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南部呢 相對之下沒有像北部這麼明顯 中南部來說的話都差不多 有一點小波動 但是不是很大一兩度的幅度而已 相對之下都很穩定 哪裡會下雨 禮拜二禮拜三呢 大概是迎風面的偶震雨 其他地方就是偶飄雨 但是迎風面呢 會持續的降雨 特別是在這個宜蘭啊 宜蘭啊 或是說新北市的到基隆這一帶 迎風面的偶震雨 那越往這個靠內陸來看的話 就越來越少少一點點 然後這個中南部呢相對很穩定 這個是禮拜三也是如此 那禮拜四五呢 又稍微多一點點 各位有沒有看到 可能會擴到到這個桃園這個地方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樣的一個變化 大致上禮拜四禮拜五就有點變化了 未來這幾天呢 大概是上 中南部的空氣品質還是要留意 今天是南部啦 大致上呢 北東映城比較偶震雨 中南部呢相對的都是多雲道傾 穩定的天氣 然後明天呢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空氣品質 天氣都不錯 20到26度 特別是高雄屏東都不錯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東半部 其實相對之下也都是算是穩定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啦 東北部迎風面偶震雨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哦 東北風稍微減弱 週二週三回溫 週四五另外一波冷空氣南下 北部東半部轉濕冷至下週 目前來看的話 中南部都是很穩定的 但是空品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